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可咱们生活的地球 它怎么会好好的自己长个耳朵出来 诶 正是因为不可思议 那这张地球之耳一经公布呢 轰动一时 那您肯定在问了 说这么诡异的地方那是在哪呢 红宇估计啊 这个地方呢您肯定听过 它就是神秘的罗布泊 说罗布泊神秘呢 那是因为这里发生的很多事 他得不到完整的解释 比如这位著名探险家于纯顺 1996年呢也死在这 而且他的死呢也很诡异 怎么呢 飞行员发现尸体时呢 他投潮的方向啊 竟然是上海 他的家乡 他是一点不偏 但是他死的地方呢 却偏离原定路线超过15公里 还有很多啊 咱就不一一细说了 反正去的人呢 经常是要么失踪 要么死亡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可能有人说了 说这个原因很简单 因为罗布泊 他本身就是魔鬼地带 生命禁区嘛 确实啊 咱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呢 那就是罗布泊最近的样子 摄像师呢 他站在弧心排的 当然 弧 他这早就不存在了 那现在的罗布泊呢 全是这种一块块裂开的 岩峭 你看着呢 像波纳 其实呢 跟铁一样硬 而您发现没 这样的情况呢 他根本看不到边 随便走几步 立马他就分不清东南西北 而最要命的是 方圆几百里 根本没淡水 所以呢 这里也没生物 鸟都不肯飞起来 现在的罗布泊呢 完全一片死寂 那么 是不是仅仅因为 没有水 他又容易迷失方向 所以很多人死在了这里呢 可也有人认为啊 原因绝不仅仅只是这些 为啥呢 说一件事 1995年夏天 有三个人 开着一辆吉普车呢 到罗布泊探险 结果呢 没过多久 就失去了联络 后来呢 有人再去找了 可是没想到 发现的情况呢 让人相当费减 怎么呢 车是好的 没坏 车上呢 有水 有汽油 但是其中两个人的尸体呢 他却出现在离车 十多公里的地方 另一个呢 他失了踪 他应该也是遭遇了不幸 可为什么会这样呢 不缺水 不缺油 车子也玩好 可他们为什么要离开车 那么远呢 怎么解释 还有 刚才说的于春顺 作为探险家 他的探险装备呢 肯定是专业的 他的探险经验 那更是相当丰富 他曾经一个人呢 徒步征服过 青藏高原的很多地方 都没事 但是穿越罗布泊 竟然偏离了原定路线 十五公里 偏离路线这么远 这可不是他这样的探险家 应该犯的错误 那这又怎么解释呢 于是呢 有人就提出了新的看法 说罗布泊应该存在着 某种神秘力量 比如说于春顺 徒步探险 偏离路线 对于他这样的专业探险人士来说 这种错误呢 那确实很低级 但是 如果有某种力量 影响了他装备的正常工作 比如 指南针出现偏差 那走偏方向 他就不足为观 再比如说 1995年 夏天失踪的三个人 那如果神秘力量 可能让人神志失常 那这是不是就可以解释 他们放着油水有油的车不开 而要走出那么远呢 还有 罗布泊呢 曾经发生了另一件大事 也可以解释 1949年 当时呢 有一架飞机 从重庆的飞往乌鲁木齐 但是呢 他在飞到扇扇线上空的时候呢 突然失踪 你注意扇扇线的位置 在乌鲁木齐的东南方向 当时呢 飞机呢 应该是往西北飞 但是呢 1958年 飞机呢 却在罗布泊东部被发现 那罗布泊在扇扇的 什么方向呢 正南 奇怪吧 飞机呢 本来是往西北飞 却突然改变航线 飞向了正南 那这是为什么呢 哎 那如果是神秘力量 扰乱了飞机导航系统 那这就也找到解释 当然 你光说某种神秘力量 那这种猜测呢 还是低档 那具体会是什么力量呢 有一种说法呢 真的很大胆 您听好 有人认为 这种神秘力量 它是用来开启 宇宙之门的 可以通往另一个宇宙 是不是有点科幻呢 但是呢 红宇跟你说 人家这种说法啊 它居然有依据 什么依据呢 正是这张照片 地球之耳 你来看 这些耳轮耳阔的线条 很平滑 很有规律 确实很像是 某种力量在运行 而且呢 中间耳洞这个地方呢 颜色呀 非常深 有一种深不见底的感觉 那会不会这个耳洞 它就是宇宙之门呢 哎 这感觉呢 还真像那么回事 当然 您也可以说是 这是胡扯 因为毕竟到现在 另一个宇宙在哪 怎么去 这位当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宇宙之王霍金 还没有找到具体版 好 刚才说的这些呢 都是近几十年 发生在罗布泊的真事 听起来呢 也确实很玄乎 但是红宇告诉你 就这些跟咱们接下来要说的 却只能算小菜 为啥呢 因为罗布泊 还有一个更诡异的事 而这个事应该至少存在了几千年 可很多人呢 却并不知道 什么事呢 具体呢 咱们就从1980年说起 1980年底啊 又一批人来了罗布泊 什么人呢 逃古队 一直以来呢 罗布泊的神秘呢 同样吸引着他们 那这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呢 生命禁区 他又是怎么来的呢 他们也很想知道 于是呢 那一年呢 他们就沿着孔雀河 开始了探索 再说那天 他们来到了孔雀河下游 起初看这里啊 都是沙漠戈壁 没什么特别 可是 当他们登上一个叫古墓沟的台地 他们彻底被惊呆了 你来看 就在这块台地上 居然有一个巨大的墓葬群 墓葬呢 很古老 有多古老呢 经测定 他们至少存在了 3800年 还有 他的布局 相当怪 您注意没 墓地中间 它是一个巨大的圆坑 然后呢 几十座墓葬 全围着这个坑 但是他们的排列 很标准 以圆坑为中心 呈放射状 拍开 每个墓葬呢 全在直线上 看起来呢 就像中间啊 它是个太阳 墓葬形成的直线呢 就像太阳射出去的这个光线 还有墓穴 也很乖 每个墓穴都用七层原木围着 您说奇怪吧 罗布泊 它明明是声音禁区 可在3800年前 这里 不仅住了人 而且它还是一群有着某种图腾信仰的人 那这回是些什么人呢 您猜怎么着 打开墓葬 又一个惊人的发现 出土了 你来看 这是新疆博物馆里面陈列的一具干尸 从画面上呢 你可以看到 这具干尸呢 保存的相当好 比埃及的木乃伊呢 强多了 不仅脸部外观 它是相当完整 甚至眼睫毛 它都没掉一根 还有皮肤 甚至呢 还有弹气 这具干尸呢 就在太阳目的挖到的 难以想象吗 3800年了 尸体呢 居然还保存的这么好 可洪宇告诉你 再看一样东西 您肯定要穿越 来看这 这是通过现代科技手段 还原的干尸生前的画像 后来呢 专家又根据画像呢 做出了一尊蜡像 怎么样 绝对美女吧 她就是今天文明世界的楼兰美女 好了 美女现身 那问题也就来了 啥问题呢 您仔细看 这位美女呢 鼻梁高低 眼窝深陷 头发呢 她是棕色的 这些特点呢 显然跟现在的新疆当地人不大像 那她是什么人呢 专家认为 她应该是欧罗巴人 欧罗巴人呢 也就是现在欧洲白人的祖先 可问题是 欧洲离罗布泊那么远 三千八百年前 她们来罗布泊 干什么 神秘的罗布泊 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楼兰美女 小和公主 她们究竟能告诉我们什么 她们和传说中的楼兰古国 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上街说到 太阳目的出土的楼兰美女 引出了一个巨大谜团 三千八百年前 欧洲白人 她来到罗布泊 那干什么呢 很可惜啊 对于这一点呢 文献她没有任何记载 甚至连神话传说都没有 这是个谜 好了 这个谜呢 先放一放 再说2003年 2003年 12月考古队决定 从若羌县附近的这个沙漠公路 往东横切罗布沙漠 再做一次沙漠探险 没想到啊 就是这次探险 又有了新发现 那天在沙漠里 车子呢 大概开了60公里 突然呢 有人惊呼 说快看 那是什么 什么呢 一个凸起的沙包上 竟然矗立着一根根木头柱子 它们有高有低 形状呢 非常古怪 那这是啥地方呢 哎 它就是著名的小河墓地 咱们以前的说过 还记得这个吗 文明中外的小河公主 墓地出土的干事 您看她 她就像被施了魔法 刚刚睡着一样 眼角呢 有一点点翘 脸上呢 还带着神秘的微笑 很美 很多人说呀 小河公主的美呢 绝对可以和蒙娜丽莎相比 我们去了当时震撼人心 什么原因呢 比如说很有名的一个女士 就是那个所谓的 微笑的蒙娜丽莎 东方的蒙娜丽莎 其他的咱就不细说了啊 重要的是什么呢 小河公主的时间 注意了 他距今多少年呢 经测定 三千五百年左右 好 接下来呢 洪雨呢 要再给您一个惊喜 这个呢 以前绝对没说过 哪呢 这是若羌县城 距离罗布泊最近的城市 您肯定不知道 就这里的博物馆 里面呢 还藏着一位美女 瞧见没 洪雨说的 那就是展厅正中 展出的这具女性干事 她的身高呢 大概一米六五 鼻子尖窄 虽然这眼睛呢 轻轻的闭着 可长长的睫毛 清晰可见 而且呢 您瞧她的身形 感觉啊 还在呼吸 真就跟活的一样 但是您注意 她的外貌脸型 跟之前说的楼兰美女 小说公主 她又长得不大一样 那她是什么人呢 专家判断 她属于雅丽安人种 所以呢 又称雅丽安美女 这里呢 要说一下 雅丽安人呢 她主要生活在俄罗斯的乌拉尔山一带 据罗布泊呢 可以说是万里之遥 不过呢 这不是最重要的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她的年代 您猜她有多少年的历史 大概也有三千五百年 发现问题了吧 楼兰美女 小和公主 雅丽安美女 她们分别属于不同种族 却在三千五百多年前 差不多同一个时代 同时出现在了罗布泊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三千五百多年前 罗布泊 她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让远在欧洲 远在乌拉尔山的人 不惜万里 跨越千山万水 来到罗布泊 来到这个沙漠腹地的 生命禁区呢 不瞒你说 对这个问题呢 考古学家研究了很多年 但最终找到答案的 却是这位 中科院的地理专家 夏勋成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呢 夏老啊 就一直在研究罗布泊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他认为 三千五百年前 罗布泊远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而是湖水汪洋 一片波光 周边呢 有大片绿洲 植被是相当丰富 应该是水中有鱼 树林里面有动物 草地呢 有牛羊 绿洲上有庄稼 那时候的罗布泊 应该水草丰美 专家认为 正是因为这样 生态环境相当好 所以呢 欧罗巴人 还有这亚利安人 他们的游牧民族呢 就来到这里后 他就扯不得走了 就留了下来 楼兰美女 小河公主 还有亚利安美女呢 应该就生活在那个年代 那个时代的罗布泊 他应该有过一个文明 相信说到这儿啊 您肯定想问 说这个文明 它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楼兰古国呢 不是 为啥呢 先带您去个地方 从罗布泊湖心往西 大概五十公里左右呢 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 那这种地貌 地理学呢 它称为亚丹地形 那这种地貌呢 很奇特 都是风沙刮出来的 但是你注意看这些土堆 这些土堆呢 可不全是天然 那它们是怎么来的呢 是人工铸造的城墙 这里呢 才是当年的楼兰古城 你瞧这个 大概十米高的佛塔 这是楼兰古城里面最高的建筑 那这个并排的三间土配房子呢 它据说是当时的关押 还有一处民居 但可惜啊 只剩下围墙了 当然你光看这些东西呢 其实呢 看不出楼兰古国的盛况 你要想知道 当年楼兰 它到底长啥样 您得看这个 复原的楼兰古城沙盘 这东西呢 就放在新疆库尔勒市的 巴州博物馆里 不过呢 虽然它只是个沙盘 但可以清楚的看到 小河穿城而过 这里呢 民房密布 高低错落 一派盛况 你想想啊 当年正是在这里 拖铃当当 商骨来往 那是多么繁荣啊 有必要说一下 这个沙盘呢 可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城堡的大小 建筑的分布 河流的位置 那都来自史书记载 和实地勘测 绝对正式 什么史料呢 第一本呢 是史记 楼兰国这个名字呢 最早它就出现在史记 以前没有过 而汉书西域传 则记载了这位 西汉的张谦 初始西域时呢 经过这里看到的情况 这里边说呀 说当时萝卜泊周边 遍地是绿草 还有金黄的麦田 就像江南一样 相当美 也就是说呀 传说中的楼兰古城 应该是在两千年前左右 真是这样 真的 夏老呢 可是找到了证据 那他的证据来自哪里呢 地层勘探 稍微说一下 人类每个时期的活动呢 都会在地层里留下痕迹 就像这个千层柄一样的 一层一层的往下压 而后人他只要取出地层样本 就可以知道一个地方 当年他大概是什么样子 但就是罗伯泊的地层取样 却验出了一个天大的谜团 什么谜团呢 三千五百年前的 罗伯泊曾经水草丰美 很多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定居 两千年前 这里的环境呢 也不错 因此呢 就造就了楼兰古国的繁荣 但是让人不解的是 从三千多年前到两千多年前 那中间差不多有一千年的时间 地层取样表明 这里却没有一丁点人类活动的痕迹 其实呢 不光是这个 研究呢 还发现 大概一千六百年前 罗伯泊呢 他又没有人类活动了 这一点呢 跟史料记载的楼兰国的情况 也是吻合的 东晋时期有一个高僧 名叫法显 他曾经西行取经 经过楼兰 他曾经描述这里啊 上无飞鸟 下无走兽 楼兰古城已是一片废墟 大概呢 也就是咱们今天看到的样子 楼兰古国呢 他就是这个时期消失了 您说诡异吧 罗伯泊这里 曾经两度出现过文明 而这些文明呢 却又两度离奇的消失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罗伯泊 他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难道这里真的存在着某种 不为人知的神秘力量 这里两度出现文明 却又两度神秘消失 神秘的罗伯泊 究竟隐藏了什么 五十多年前 他还是一片生机 可又是什么 在三年里让他彻底干涸 这张诡异的地球之耳 最终又能告诉我们什么 经典传奇正在为民解密 点点说到 罗伯泊的最大的谜团呢 是这里曾经出现过两个时期的文明 一个是三千多年前的小河文明 另一个是两千年前的楼兰文明 可是这两个文明呢 却又都离奇的消亡了 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应该才是罗伯泊真正的诡异所在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这一天考古人员呢 来到小河墓葬 他们在发掘中呢 他就发现有一个现象啊 很奇怪 怎么呢 这里的墓葬呢 有很多层 时间跨度也挺大 上下呀 相差大概五百年 但是呢 他们的立墓却不一样 底层墓葬的立墓呢 又高又粗 而越往上层立墓 它就越小 这是为什么呢 专家分析啊 很可能是在这个小河文明的后期啊 这里的林木生长大不如以前 小河人呢 很难找到这个粗大的胡杨树 最后呢 他只好用小树代替 哎 这个分析一出来呢 很多人当时那可是眼前为之一亮 怎么呢 您想想啊 原本长得好好的树木 那后来为什么不长啊 或者是长得不好呢 原因呢 好像只有一个 那就是干旱 可为什么会出现干旱呢 难道说是罗布泊里边的这个湖水没了吗 为了验证这个猜测呢 夏老当即决定寻找证据 那证据在哪呢 他带着研究团队在罗布泊的湖心位置呢 再次提取样本进行分析 那么最后得出了什么结果呢 告诉你 测试结果真的印证了推测 这就完全可以解释 罗布泊曾经出现的小河文明 楼兰文明 他为什么最后消失 因为人是离不开水的 罗布泊没了水 他自然就成了生命进去 而没有人文明 他就会消失 说到这儿 好像所有的问题呢 都找到了答案 对吧 但是呢 洪雨告诉你 罗布泊最诡异的一面 这才真正浮出水面 怎么呢 咱们再来梳理一下罗布泊的历史 大概三千五百年前 罗布泊的水讨风貌 小河文明出现 五百年后 罗布泊干涸 小河文明消失 但是呢 大概两千年前 楼兰文明出现了 这意味着 罗布泊呢 他又有水了 而且呢 很丰富 可是五百年后 他又干了 楼兰消失了 事情还没完 史料记载 清朝乾隆时期 罗布泊水域广阔 方圆数千平方公里 但是再看今天 罗布泊再次陷入死寂 诡异吧 每隔四五百年 罗布泊他就会干一次 而且一干呢 就是上千年 好像这是规律 那为什么这样呢 既然干了 那为什么湖水 他又会充沛起来 那这个水 他是从哪里来的呢 哎 这才是下老 后来对罗布泊的重点研究方向 那么他的研究 有发现吗 哎 这就要说到罗布泊的 最后一次干涸了 一直以来呢 在人们的想象当中啊 罗布泊水讨风貌的年代呢 好像很久远 感觉呢 好像应该是他干了几百年 真是这样吗 您来看这个 这是一百年前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 在罗布泊呢 拍的照片 那么按照他的描述呢 就在百年前 这里呢 依然水草风貌 一片盛起 可事实 罗布泊湖水的风营 比这还要更近 近到了什么时间呢 先听您夏老这么说 年五九年 当时我们点了这个 橡皮船啊 在罗布泊里面还可以 比土荡样啊 采水样啊 大概到了六零年左右 罗布泊的这个范围啊 我根据图上 两次的结果啊 是五千三百五十个罗龙 哎 想不到吧 不到六十年前 罗布泊的湖水呢 不仅水量丰富 而且呢 湖面相当大 五千多平方公里 是个什么概念呢 比现在的青海湖 整整大了 一千多平方公里 那么罗布泊 它又是什么时候 最后干掉了呢 现在我们比较准确的 说了 它是在六二年干湖 估计听到这儿啊 很多朋友都会震惊 一九五九年 湖面呢 还有五千多平方公里 可到一九六二年 仅仅三年 这么大面积的湖水 居然再次消失 这中间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呢 经过多次调研 夏所长找到了原因 牛银的料理 就大规模的开垦 把水啊 罗布泊的水 孔雀河的水都都营走了 所以罗布泊就干活了 来看地图 一直以来呢 罗布泊的湖水 主要来源于两条河流 一条是塔里木河 另一条呢 是孔雀河 但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以后 塔里木河流域的这个耕壁面积呢 快速扩张 蓝河筑坝 他引水灌溉 这是农业发展必不可少的举措 但也正是这一举措呢 导致通往罗布泊的两条河流 相继断流 罗布泊呢 很快就变成了 无水不给的四湖 从东到西 寸两了这个几十公里呀 他的高差最大的 最深的地方只有三米一 所以他是一个大的浅的这么一个湖泊 不来水了以后 有这么年三年呢 他就河水就可以蒸发完了 湖面很大 水呢 很浅 河水断流呢 他没了补充 那加上罗布泊当地的降水稀少 气温还高 这就是罗布泊最后一次干涸的原因 那么前两次罗布泊的干涸 会不会也是这样的原因呢 专家认为 历史上罗布泊两度干涸 原因很可能跟这个差不多 只不过呢 当年河流的干涸 或者是改道 不是人造成的 而是因为气候和环境灭化 根据历史上的水系图呢 咱们知道 罗布泊呢 是塔里木盆地最低洼的地方 也是当地地表水和地下水汇聚的中心 但是呢 随着地壳运动 青藏高原抬升 盆地的这个降水越来越少 河流水源不足在所难免 那舒勒河 古河道的这个干涸 就是证明 那么罗布泊干涸之后 他又为什么能够两次复苏呢 这个咱们就得回头 再说说那张诡异的照片 这个地球之耳 那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根据资料 夏所长认为 这跟50年代后期 天山南坡 它发生的一次特大洪水有关 当年的那场洪水呢 特别大 流进湖盆时 洪水呢 斜裹着大量的泥沙 对湖岸和这个潜水区域呢 造成了强烈冲击 结果呢 按照水流航向形成了这种条形的弯状图案 只不过呢 这些图案呢 当时看不到 为啥呢 刚才说过 1959年的时候呢 罗布泊湖面的达到5000多平方公里 那因为湖水的补充 罗布泊重新焕发了生机 那些图案 它都藏在水下 而历史上 罗布泊的两次复苏呢 很可能也是来自于同样的原因 不同的是 这次呢 因为人为原因 河水呢迅速断流 湖水还没有来得及 对这些地方融石 很快它就干了 结果呢 这些独特的地貌就露出水面 就成了大家看到的大耳朵 好了 明白了这些之后呢 红雨呢 相信啊 即便这样的景观再神奇 咱们都不愿意看到 毕竟 人类如果不能够合理利用地球资源 那未来的生命禁区 绝不只是罗布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